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彥 遭控利用植物質便喝花酒 擔任台南市新聞處長 民政局長期間 接受了八次性招待 台南地檢署提起公訴 2023年2月陳宗彥被指控 接受酒店夜酒的性招待 探對方的賴對話截圖曝光 綽號鬥歌的王姓酒店業者 請陳宗彥幫忙處理 試聽歌唱場所 變更使用工程 陳宗彥反問小雲有空嗎 案件引起了關注 監察院介入調查 當時監委表示 陳宗彥坦承賴的頭貼是他 但否認化名成棟 監委認為陳宗彥的說法 難以采信 質疑他接受性招待 遭到起訴 陳宗彥表示 還沒有看到文件無法回應 事件爆發之後 他隨即請辭 原本的酒店也重新裝潢改名營業 監方認定陳宗彥身為公務人員 位於酒店業者抱持距離 嚴重破壞公務員清廉形象 漸勤 從中量刑 陈宗彥均這次